从第三个 县市名称跟业务名称的关系 那因为这边的话我想要知道的讯息就是 哪一些 部门在不同的县市 他的业绩所占的比重是多少的话 那其实看起来 当然方法很多啦 因为刚刚是圆柄图可是圆柄图是 整个公司的业绩 但是我如果要看个别的 比如说业务一颗二颗三个别在不同县市 所占的那个比重是高低的话 那其实这边 似乎 用那个 这个 用这种百分比的那个堆叠的直条图 效果感觉 似乎是还不错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我想请各位就是 在自行针对 不同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结果那你要呈现的重点 你可以 再试着 找一下里面的那个相关的图形 那每个图形最好都试试看 看看效果 这个效果是不是你要的 那里面的当然除了常用的直条图 跟折线图 或者是圆柄图之外 那还有其他的啦 什么雷达图 雷达图可能会 不同的 可能你的项目很多 那其实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试用雷达图 看看雷达图 每个 部门 他之间的 跟 地区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那他会有个 关系图 有个雷达图可以跑出你要的 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针对不同的资料 然后呢 可以试试看 在 选 像里面 枢纽分析图 试试看这里面 直条图以外 折线图 折线图比较适合显示 跟时间有关系的 比如说 年份跟月份 跟之后也许会多加一些 时间概念 圆柄图是显示比例嘛 那直条图 横条 横条图可能就是 其实跟直条图概念差不多 只是转个方向而已 区域图 或者是 XYSUM 这个可能跟研究室里面用到比较多 其他还有雷达图 泡泡图 等等的 所以这些 相关的图 也许可以 针对你要的效果 我讲你要表现 有图其实可以 可以帮你呈现出来 而且更直觉 OK 至于哪一种图比较适合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使用习惯 你可能要 自己要了解一下 每一种图形的特性 OK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不同的 后面到06 的部分 再来早上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 上到 12点半 下午的话 我们就1点半开始上课 OK 那所以我们中午就先休息一下 下午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 这一题全部 解完之后 再来就是要再讲一下其他的 案例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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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我们先休息一下 unit 谢谢大家